我把臉部的結構再講一遍 然後那個講完再講五官細節吧 我用那個 這個顏色先鋪一下頭骨 頭骨在一個形狀裡面肯定要記了 不能說只是一日半解 這樣就要去完成了 我把裙子採用 這個顏色也有多 我把裙子採用 我把裙子採用 來看 我把裙子採用 整個裙子 整個裙子採用 然後把裙子採用 然後把裙子採用 來看 再裙子採用 他大概的一个形象是这样的 但他那个肌肉丰富呢 这边是有一块肌肉 然后这个肌肉是直接连到这里 连到那个 上海骨这边 然后这边是口仑杂鸡 口仑杂鸡刚好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当然还 这边还有一块咬肌 咬肌是从这个位置开始 到这个 一整块 我们用那个 用吊子把它整出来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这样包住的 这边还有一块肌肉 当然这边还有一块肌肉 这边这块肌肉是比较里程的 那这个 这些肌肉对他的一个外形呢 起到的血润还是比较大 当然这边还有几块肌肉 这个我们要记得很老 这块肌肉 这块还有块肌肉 比较重要就是这几块 这几块的那个 会比较明显一点 对他外形的一个 一个作用呢 会比较大一点 然后这个形状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形状 这个要 要那个 对我们 我们再 我用一个其他颜色把它 铺出来 它是这样一个形状 它是这样 面是这样转的 这一个 一个面 然后这个是这样转 然后这个有两个面的关系 这块是这样过来 这个是转到这边 然后这边是一个面 然后这块是公起的一个形状 偏公起的一个形状 这个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面 然后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 我们 比如说我们分面 基本上从这里开始 那我就 就这个 就这样的一个理解 我们整出一个 画一个 这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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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朝向 我把头发也画了 好 我先 先找出五光的位置 这条线 还有这个三亭五眼的 然后根据这样的一个理解 比如说 全骨 好 这块 这块是这样连过来的 那它线条是这样整 可是它这个其实是由内部 内部的一个 比如说这块肌肉 它是这样整 这个叫拳击 它是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连过来 然后到这里 所以它这个形呢 它就变成了这样一个 一个感觉 然后这块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 但是它这边有块这样的一个肌肉 它把这块整成一个整体 所以我们这边呢 就再整一条这样的一个肌肉 再继续分一个面出来 那这块是一个圆的 或者这个 这个圆的一个形状 我们把这个圆的形状 一边扣一下 然后把这个大面 再扣一下 然后这块 这是一个面的一个关系 比如说这里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面 把这个面给整出来 那当然还有下巴 下巴肯定是我们要压的一个点 但是下巴 它肌肉是这样 这边肌肉是这样走的 但我们在刻画的时候呢 刻画的时候就 脖子是 比如说它头部往下的话呢 它这块当然是没有看得很明显 所以在这边 我们尽量说压暗一点 这边压暗一点 把这个头部跟脖子给拉开 因为它这个整体来 都属于比较偏暗部的一个感觉 然后五官位置我强调一下 然后这边的线条 根据它一个结构去找 这样一个结构 这块 其实就是变化比较小一点而已 我们画的比较偏美 偏向于比较美型的那种感觉 反正线条变化也是要有 但是变化可以小一点 那这这块 我把这个勾勒一下 当我到时候 我还要把这个面给去分出来 颜色滑度高一点 这块呢 我可以再压一下 这个是实角的地方 实角的地方 我们可以 那个 把度再高一点点 结构的 结构的感觉 再整一整 好 肤色 我在压一下 一开始铺得太亮 色彩形象不太够 好 灰掉的地方 这样 我们再靠一点 我们再靠一点 把眼白剪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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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球的地方压一压 好 点球的地方压一压 我们再区分一下 像这边吊子,吊子我再压一压 看上去有点过于透了 再把它吊子,让它再稳一点,不要往前面跳 这块体量 有眼睛,我想让它有点戴黑眼圈的感觉 好度超低一点 今天画一个偏内伤的感觉 好,这样子,眼睛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嘴巴,把这个唇裂线压一压 嘴唇呢,带有一定的眼调子 先红一点点 当然结构就不用走得太过明显了 可以虚弱一下它的一个结构 这是两个面 再提亮一点点 把这个面分出来 我其实这块,这块吊子会再重一点 然后因为这边是死角 因为头发过来,直接是死角了 所以这边我们再压重一点 要把皮肤跟它的眼白的一个调子 在气温再大一点 我们再提亮一点 高光整出来 然后再提一提到这边的一个 反光的地方 这边会有麻烦 所以这边会调子的 就可以往稍红的偏一点 让它产生一定的慢反射 这块也往红的偏 让它产生一定的慢反射 这个呢,就 让它那个形呢,转过去的感觉 我这个放大一点来画 太小 我刻画这个眼睛细节给你们看一下 只能它肯定会有一些睫毛的感觉 把这个睫毛的感觉伸出来 我这个是画的偏 偏倾向的那种 跟男性主角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些调子上的变化 有偏,偏倾向的偏红的一个调子 这个色彩固有的一个颜色变化 然后这边还有一块 那这边的调子呢 我可以说做点那个色彩上的一个 比如说偏灰一点的一个调子 强调它的一个黑眼圈的一个感觉 那这个,这个看角色需要不一定要 你们都要,每个都要画点黑眼圈 我是习惯一件,这件是坏 这块再压一压 这块再压一压 把这个面压出来 把这个面压出来 然后把这个投影成出来 按部呢,可以再压一压 把这个调子再压一压 这块再压一压 这块呢,我们加一些比较亮的一个 整出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这边的调子呢 我就基本上呢 统一在一个偏暖的一个调子 像比如说我这个 我不会说用到很灰的一个调子去整 但我可以说让它那个调子更丰富 我就只需要说再压一压就可以了 那睫毛的点呢 像比如说我这边还有睫毛 我在这边再整一整整一块 整一块 整一块 那这个还是根据它的一个面的一个形的一个转折去整它 但是我们可以说 当然我们可以说 如果你想再加一个拔度比较高的调子也可以 稍微带一带 然后我们这个 这边有这样的一个面的变化 这边是不同的两个面 鼻子我们可以画的直一点 然后那个这个鼻子的鼻翼的宽度呢 我觉得可以根据它的一个根据需要吧 比如说如果你画的比较清秀的 可能鼻翼就可以稍微窄一点 如果画的比较出矿的 可以说稍微再矿一点 结构反正就是把这些结构削弱掉 但是我们要把五光刻画清楚 这些点呢 可以再压一压 看哪样交界面的一个地方 这里 这里 那嘴唇就红一点 嘴唇的话 这个它固有色的一个调整变化 稍微再红一点点 然后有形体转成面 我们就用不同的调子把它整出来 然后这些小细节 我觉得说这一块 它是这样的 口人杂地是这样包裹上去的 我们要把这种感觉带出来 但是我在刻画的时候 就是小心翼翼把推敲它这些调子 就不要一下子压得太重 一下子压得太重 因为它这面的变化就是比较小的 因为 越是 比如说你想画一个 越是美形的一个容物出来 它这一些面的一个转折变化 就变得越来 看上去就不太明显 那明显的话就长得比较粗犷 看上去比较丑 如果你在刻画的时候 它会注意一下像这样的一个变化 这还有一定的细节 比如说这块 这边 这块的比较亮 就是 那嘴唇也不用画得太厚 就嘴唇薄一点 唇裂线呢 稍微薄度再高一点 让它有一定的透光的感觉 这块呢 也是 就是 从这个角度来看 来 看到一点点 然后这块呢 稍微 带点透光的效果 然后这边再做点过渡 当然我们那个更暗的地方 可以再压一压 根据色彩的温度变化呢 那这边会往偏红的钓的倾 倾向靠 然后这边是一个偏旗黄的一个钓子 但是这个不是绝对 这个 然后这边再继续分面 好 这个面分出来 好 来讲 siempre 来讲 感谢观看 我们把眉毛的感觉整出来 我们把嘴唇的高光 整出来 我们把眉毛的感觉 我们把眉毛的感觉 我们把眼睛沉一下 我们把眉毛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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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结构还是要提一提 比如我这边 我这个一开始掉着定的比较按的话 我再提这些结构 会好提一点 交往提一提 他補点位置 压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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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三压 压一压 不管头发的形状有多复杂 我们还是要分它练步跟换步的一个半线 可以说保温度可以稍微高一点 比亮部还要高 亮部我们今天的颜色稍微透一点 先把大面分出来 这种大的一个面 谢谢大家 然后这边会暗一点 然后头发有一波三折的感觉 要整出这样的感觉 不要说层次不能少 就是我们要整出多几个层次出来 还有好几个层次出来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形状上的一个变化 云度质不能提得太亮 一开始我们可以慢慢的提 比如说这边的头发 我们慢慢把这些调子给撑出来 一片一片去提 它的一个程式卡就会越来越不浮 但一开始不要提太亮 然后死角的地方压一压 好 好 头发我基本上呢 吸这边的调子去 我不要再提太亮 基本上呢 以这边的调子为主 就这样的话呢 它颜色才能融合在一起 不会说 调子显得很突兀 一点点 非常好 点亮 ast 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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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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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我这边是定为最暗的点,然后我就这边就阳阳一点 无论画多复杂的形体,我们要去抓一个最暗的一个点,还要亮的一个点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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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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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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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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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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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